主席 建委員早 部長早,辛苦了 謝謝委員 昨天我們看新聞 朱立倫市長 說他也是受害者 那所以照這個邏輯呢 我覺得因為朱立倫市長 他是主管單位 他是主管嘛 所以他覺得他也是受害者 所以我要請說照這個邏輯 江部長、葉署長 你們兩個是不是也都是受害者 向委員報告 我並不覺得我是受害者 我也沒有講過我是受害者 那個邏輯呢 我想也沒有辦法推出 我是受害者 由於新北市有 國小被炸傷 所以炸毀 部長先生跟署長 我們會不會是 共同的加害者呢 我說共同的加害者就是 我們身為主管單位 我們有沒有執行不利 監督不言的這種 瑕疵呢 所以我們會不會是共同的加害者呢 基本上我們了解結果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並沒有 沒有這個問題 好 那署長跟部長我來請問齁 今天您的報告 箭頭都指向是萬達公司是源頭 可是 萬達公司的老闆呢 他說倉庫的煙火並沒有短掃 同時呢 爆炸的煙火商品的種類 跟我公司進口的不一樣 同時呢 隱性的材料也不一樣 我們當然非常希望說誤眾誤亡 可是萬達公司這樣講 同時呢 報紙 還報導說 新北市跟桃園縣呢 消防局互槓 互踢皮球 為了81箱的證據 新北市的消防署呢 隊員呢 迅速把81箱 銷毀水銷 還沒有報警檢察官查驗 他就把它水銷 那像這樣子 兩個 兩個縣市 消防署 消防局 消防局呢 互踢皮球 互槍 互槓 那這樣子狀況 到底是什麼狀況啊 首先 我先就前面一個部分 向委員簡料說明 這個萬達公司究竟 是不是出貨的公司 檢察官正在進行調查 從報紙上聽到的是 檢察官初步認為 那一批煙火的這一個 呃 資料顯示 應該是從萬達出貨的 但是現在因為萬達 好像說法有不一 所以我想應該由 檢察官來進一步的偵查 對嘛 我們應該要誤眾誤網 這兩個縣市政府之間 的這個處理情況 我 由這個消防署 葉署長 來向您做一個檢驗 我們請葉署長 你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 會有兩個縣市的消防局呢 這個隊員護槓 同時呢 迅速銷毀 八十一箱 報紙還寫說 秘密銷毀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欸 謝謝委員的指教 那我簡單說明一下 基本上的話 我們有關那個 嚴厲的這種調查 回歸過來的話 是我們消防法 第26條的規定 是由地方政府要來負責 這第一個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會尊重新北市市政府 跟消防局的這種調查 再第二個的話 有關那個秘密水消那個 基本上 它 消毀的模式 是符合我們 那個 可是還沒有報 32條的規定 還沒有報請檢察官 還沒有報請檢察官 馬上就運送到 那個 據說還是在萬達公司的隔壁 的 那個 臺專法 消防安全基金會 那裡消毀 按照我們那個 那個 報紙營火管理條約的 第32條的 第二項的這種規定 因為它本身 是沒有標示的這種 那個 就是 煙火彈 所以可以 所以按照 它有沒有可能 它有沒有可能是 這個 那個相鋪 那個 辛辛堂 相鋪 的證據 有沒有可能 基本上 因為它這是兩回事 是兩回事 所以說 你們認定是兩回事 是以那個 那個貨車為主 你們直接認定說 那沒有關聯 不用報警檢察官 所以就水消 怪不得媒體會有講說 你們是秘密銷毀 迅速秘密銷毀 他是依法 依法 依法處理 這一部分我想 檢察官應該還會有一個 論斷 因為他都有照相 對我們存證 那 署長跟部長先生 我們消防署的 副署長 陳文龍表示說 在相關法規方面 沒有不周全的地方 只有執行面 通報機制出問題 那真的是執行面 跟通報 通報機制出問題嗎 那執行面出問題 要不要有相關的官員呢 出來 負責呢 呃 向委員報告 呃我想我們陳副署長的意思是 這個 執行面出問題 中國管理條例 才不久前才修過 那麼確實對於 運送儲存啊 還有釋放 都有明確的規定 所以就 條例的部分 呃目前我們沒有看到 有明顯 疏漏的地方 但是在 執行細則 或者是管理辦法方面 呃 陳副署長也主張 我們對於一些 運送上面的管制規定 到底執行面 跟通報機制有沒有問題 執行面永遠是有改善的空間 所以執行面 到目前為止 我們發現執行面有問題 通報機制也有問題 執行面我們一直都 非常希望地方能夠更積極的 這一個畫面呢 是在網路 是 我們打出 買煙火 就會出現 數十筆以上的資料說 你這樣買煙火在網路上 你就可以訂購 同時呢 現在市面上 這個煙火呢 是買不到 因為風聲鶴唳 在風頭上 大家連基本的 這個 是 合格 合格標誌的煙火呢 買不到 那造成這樣狀況 我看 真的是 執行力跟監督機制 跟各種通報系統 都是有問題的 我這樣講你 你同不同意 向委員報告一點 我覺得委員有一點判斷 我是很同意的 那是什麼地方呢 你不會覺得我今天說的又很可笑吧 沒有 這個 我上次也沒有說你說的可笑 我是說那個字 我問你啦 好啦我問你啦 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十二條講什麼啦 呃 委員要烤火 烤你呢 我當然你是部長啊 我當然要烤你 第十二條規定的是販賣一般爆竹煙火 不得以自動放賣 油購或其他方法變數 那網路販賣 屬不屬於自動販賣 或是 還是這十二 第十二條裡面沒有規定 呃 網路可不可以放賣啦 這要不要稽查啦 是 這種都是屬於該稽查管制的範圍 對嘛所以我看我們隨便一舉舉一個例就可以看到執行面真的是 我剛剛要像委員這個肯定公為的是說 委員剛剛有一點我覺得是很對的 對就是我因為委員講的非常有道理的地方 我一定也要趁這個機會來跟你表示 我承擔不起完全 請你公為馬總統 哪一點啊 就 公為馬總統 我們難得有這麼愉快的良善的對話 我心情很沉重 不想說我很沉重 我很沉重 因為 我們雖然 所有的 合法的箱鋪店呢 大家賣 煙火呢 靜若寒殘 連 店內有也不敢賣 現在買不到 我們助理要去買這個東西 繞了兩個多小時 找了十幾家店 人家都說沒有沒有沒有 都買不買不買 啊網路呢 隨便點選就有啦 那我再問你啦 我再請問你 監察院 元月六號 給我們消防署 糾正有五點 這其中呢 第一點就是 會對進口業 爆竹煙火儲藏場場所 總火藥量 建立勾基查核的制度 從九十五年十二月 到九十八年十月 總共 進口量有一百零 一千零三十筆 抽查了兩百零六筆 其中呢 三成不合格 就是所謂三成不合格 就是這三成 有三成的超出容許值啦 結果 你知道嗎 消防署沒有任何的處分紀錄 署長先生 這怎麼解釋 那我請教所有 九十九年元月 七號以後到現在 我們有查了多少筆 有多少處分書呢 這個 是不是融合 我那個 會後再跟提供給委員 跟記者講啊 那還有 消防署代舵 沒有跟交通監禮機關呢 就運輸行為建立 這個橫向聯繫 九十四 九四年九月到九十八年九月呢 總共有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三公噸 平均呢 每天有二十五點四公噸的火藥 在馬路上趴趴走 四年呢 只有兩件申請案 那我請教說 九十九年元月七號以後 到目前為止 有幾筆 申請 有幾筆 查核 有幾筆不合格 幾筆合格啊 到 就說從九十九年元月六號之後 根據我們的資料齁 我們定點查核的 有四百二十七次 啊 沒半 差就沒半台 不 查到他們都有 這臨時通行證 都有行證 四百幾台都有 臨時通行證 啊那個 非定點的 有兩百零一次 每一次他們都有申請 可是 可是 照那個 照那個 每天有二十五點四公噸 這個量的邏輯 我們是不是 還有疏漏呢 所以執行面 是不是一定 還是有改善的空間呢 執行面 會找各縣市齁 還有監理導演 大家一起來開會 再來精進這樣子 所以 部長先生 到底 這一個事件 我們不能讓 無辜受害者呢 白白犧牲啊 我們在這一次 慘痛的經驗裡面呢 我們應該要做一些改善 你覺得 應該要具體的怎麼改善 是 向委員報告兩點 第一個 監察院九九年一月的糾正之後 我們其實已經採取了一些因應的作為 所以 呃我們現在的做法 跟九九年一月之前的做法 是不一樣的 那第二點就是 即使是現在的做法 經由這一次的爆炸案 也凸顯出 在執行面上 仍然有加長作為的空間 尤其對於那一些 不依法提出申報跟 申請許可的 我們要怎麼樣主動 能夠做更綿密的 我們要不要學環保署啊 環保署這個 有害事業廢棄物 或是事業廢棄物 他們是上網 公告 公告這個量 公告處理公司 公告運送 如果運送 處理 甚至呢 連下游的處理公司 他們也要登記 說處理了多少 接受哪裡的 就是由一連串 完整的網路通報網 我們要不要學 署長先生 要不要學環保署 來這一套呢 目前的話 就是說 在昨天 我們今天把所有的 我們這種 在國內 所有這種報紙 要有儲存的 都已經公告在往上上 所以顯而易見 你到昨天才有這種作為 對不對 謝謝謝謝 那這中間99年 1月6號到現在 事實上已經經過很久的時間 我們 進步有效的管理方式 到昨天才上網 對不對 是不是又平白 有四條人命 跟三十八人受傷 受害呢 那我們是不是 加害人的共犯呢 向委員報告 我們公告部分 跟這次新興堂 那個箱鋪爆炸 又是兩回事 公告那一部分 都是合格 合格的 儲存地點跟倉庫 那麼新興堂這一邊呢 他根本是非法儲存的 超量的爆竹煙火 這個部長 像這種是公告放的 不會公告 希望 所以還是需要我們主動去記他 還有民眾來進 我們希望 跟消防署呢 我們大家一起趕快 來把這個執行面 可以改善的地方趕快 像網路 對 隨便 十二歲 搞不好他十歲 他就可以點選說 我要來買個 煙火或買個什麼 嚴重的違反這個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十二條 是不是 對很感謝委員提醒這個部分 我們來機場 謝謝委員